两匹迷你马出现在校园的道路上 顿时引起了许多学生的注目 这里是真理大学 为了要推广马术运动 今天下午真理大学运动管理系的同学 特地在学校里举办了马术嘉年华的活动 并且邀请到了周边两所小学学生来参加 直到可以跟马儿近距离接触 小朋友期待的心情全部都写在脸上 超级期待 因为我之前去淡水捷运站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有看到有人在那边 就是骑马 那我就很喜欢 那我就请我爷爷带我去骑 那么能够邀请附近的好多所小学 包括文化国小 新兴国小 淡水 相关的一些国小来参与 我想集合我们社区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力量 来将马术的这个运动 做适度的一个介绍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学校里不但也有台湾唯一的国际马术裁判当老师 并且出动了校内的亚运马术选手来亲自示范 整理大学表示从上个学期开始开办了马术运动管理的课程 希望能够为国内马术运动的环境培育出更多专业的人才 因此也希望让大学生借由从无到有的运动行销课程作业 举办一个活动来向小学生们推广马术运动 能够把马术这样一个具有优良的而且优雅的运动 能够往下扎根 推展到小朋友的身上去 让他能够从小来能够借由跟马匹的互动 建立起来对马术的一个高度的兴趣 能够为台湾 为我们能够培养更多的马术人才 两名骑士带领着马匹跳跃柵篮 各种不同的障碍都难不倒他们 优雅的动作博得满堂彩 学生们表示 希望透过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体验 能够打破一般民众对于马术的刻板印象 让马术运动不再是冷冰冰的贵族运动 记得陈伯伟带人水采访报道